那我替鸭鸭谢谢你了 请收看《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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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讲一下这个题目就是生命的真相 本来今天下午我们讲的题目就是生命的真相 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同学的要求 我们讲了一些这个修缠的方法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比较好大家可以用得上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生命的真相 那生命的真相我们就用三个方面来讲 这个可第一个是生命的本质 也就是说什么是生命 也就是生命的本质 第二个是这个生命的科学 第三个是生命的意义 我想从这三个角度来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首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我想今天我们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应该是生命当中的两个部分 圣与死 就是应该是这两个了 大家感兴趣的 圣与死 自古以来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 包括科学也都在探索 都在结实 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自己对这个人的圣死的一种看法 这个叫做他的人生观 然后呢每一个哲学 基本上也有一个自己的对生和死的这种结实 也是他们的这个观点 那么佛教怎么看这个观点 佛教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今天讲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以佛教的角度去结实这个生命 生命的本质 那么圣与死这个当中呢 我想我们在做的可能是绝大多数的比较希望了解的可能是其中 死亡是什么 好像可能是这个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应该是这个死亡 为什么呢 圣死是这个在整个生命当中呢 就是有点点不好结实的 有两个懒题 那其中我们都既然已经省了 那我们这 这座的当中啊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相信前世和后世的 所以那就已经已经诞生了 那么再需不需要诞生啊 这个就很多人来说 还是一个不确定的 那死亡是肯定的啊 死亡是一定要面对的 诞生呢 需不需要再诞生呢 如果接受轮回的观念啊 那么肯定是还要诞生的 嗯 但是如果没有 还没有接受这个轮回的观念啊 啊 那么就不好说了 需不需要再诞生 这就 这是不确定 但是死亡 这个是没有不确定 这个是已经很确定了 嗯 那死亡这两个字啊 怎么样揭示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 这个我们有必要去了解 有必要去了解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啊 就是这个死亡啊 这两个字 大家都是很拍斥的啊 都不愿意看到啊 不愿意听到啊 更不愿意发生在啊 自己的身上 或者是自己的身边的 这个人的身上 嗯 然后呢 这死亡这两个字 对我们带来了 非常非常大的恐惧啊 非常大的恐惧啊 小极等等 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 嗯 就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嗯 那我想 可能很多人想了解 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认真的去读过佛教的这个书啊 那可能很多人啊 就还没有没有了解过 那我想 首先就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死亡啊 在这个之前啊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嗯 推荐一本书 因为我今天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 就只能大概的啊 就浓通的啊 就 有解少一下 没有办法相细的讲 嗯 那么整个死亡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要相细的去了结的话 那就 就 两华上大师啊 这个时候 讲的 然后呢 一直都就就就就流传到现在 那这个这个这本书就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 嗯 嗯 是一个这样子的书 嗯 那西藏圣诗书呢 我们今天啊 这个很多的书店也能买得到 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都知道这个西藏圣诗书啊 那西藏圣诗书呢 它是根据西藏赌王经啊 根据这个西藏赌王经嗯 然后呢 它不是根据赌王经的理论 而是西藏赌王经的时间啊 这个作者 他的这些上师啊 他的老师啊 就怎么样去施检啊 不仅是理论 怎么样去实践 或者是落实到个人的这个啊 这个修行当中 或者是他们临终的时候 就怎么样走啊 通过这种西藏赌王经的方式怎么样走的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描述这些情况 这叫做西藏圣诗书 那第一个是一个 追经追经的 这个 这个 经代的 也不叫经代 这个人坐着 现在也也也在啊 就是一个 就十几年前写的这么一本书啊 另外西藏赌王经呢 是一千多年前的 西藏赌王经 他整个这个描述了这些人的这些死亡的过程 那人的死亡的过程他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那 然后呢 死亡以后的经济 他也就讲得非常清楚 在西方啊 这个 这本书是非常有影响的 非常的有影响 为什么西方有影响呢 就是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西方的博士 在在秦藏高原 在西藏这一带 他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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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照了很多的书 呃 他想带一本 最有价值的东西 嗯 那到美国 嗯 然后他就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呢 他认为 嗯 这些佛教的书是很多的啊 但是呢 他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西藏赌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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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西藏赌王经呢 呃 1927年的时候 就是翻译了 呃 呃 然后这么早的时候就翻译英文 嗯 然后翻译英文这个出版的时候呢 呃 呃 就荣哥 啊 现代心理学家荣哥 他给这个西藏赌王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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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须当中呢 呃 呃 他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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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当中发现的这些 所有的临人兴奋的这些发现 都是归功于这本书 他对这个书的评价非常非常高 评价非常高 就是一个这么糟的时候 就影响很大的 然后后来呢 因为西方的这个医学发达了以后 就是很多人从死亡的边缘上 就抢救过来的 有些人就是心脏的一些 突发性的心脏病 立即就是停止了呼吸 停止了心跳以后 抢救过来的呀 或者是有些是 就出了严重的这个扯火以后 就抢救过来的呀 等等 就很多是从这个死亡的边缘 死亡的边缘上这个抢救回来 那么抢救回来的时候呢 这些人就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 初期阶段的一个死亡的经验 他们还不是真正的死了 但是呢 已经走到了这个死亡的边缘 从这个边缘上抢救回来 因为他们的医学发达 从这个边缘上 救回来的 那么这些人的亲身经历 这些人的亲身经历 跟西藏《独王经》里面讲的是 完全是一致 这样子以后呢 就是很多很多西方人 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本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在西藏当中佛教里面呢 那就是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人死了以后呢 就给人制路的 给人制到路的 给人制到方向的 一本这样子的书 它也有一个衣柜 人死了以后也可以念 然后呢 人死了以后呢 就在人的旁边 就给他念 然后呢 你死了以后呢 人死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 你会进入什么样的状态 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你会感觉到什么样的干涉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他就是讲这些 这是指导 就某一个这个望着 在西藏呢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指出一本书 我首先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我想这本书就是母谦呢 比较遗憾的是 它是首先是从藏文再翻译到英语 然后又从英文再翻译到韩文 这样子以后呢 就是这个翻译上的有一些文体 我想这个是肯定有的 而且也是一个翻体版本 我现在看到这翻体的版本 简体版本可能有 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 直接是从比较完整的 直接是从藏文翻译到韩文的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我们学院的 苏达基堪布 他翻译了以后呢 他翻译了 直接是从藏文翻译到韩文的 但是这个是真正的修行的人 才可以看的 一般的我们在网上 这个搜索不到的 但是以后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 我想也应该可以的 那就是有一本这样子的书 这个里面讲的跟 这些死亡的边缘上 也叫做今天这个 大家都叫做这个 冰食纪念 冰食纪念是从死亡的边缘上 回来的这些快要死了 但是还没有死 这个经验 就是冰食经验 这个跟他们的 这个西藏多王金讲的是 完全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西方 就很早以前就有一个 这个催眠鼠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不是很流心 后来有些这个 二十世纪的时候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时候 有些科学家 尤其是这个 精神神经科学家 他就通过这个催眠 去给别人治病的时候 就是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意外的情况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他的过去的一些事情 他的上一世的事情 但是他们都不敢公开 因为这些医生都是科学家 是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 他没有公开 他不敢这样子讲 这到底是对的 还是一个精神的错误 也不好说 所以他们都没有讲 不敢公开 后来就是有一位博士 叫做雷蒙姆迪博士 那么他的一本书 叫做 他的书的题目叫做 医生又医生 那么这本书当中呢 他就调查了一百五十个人 一百五十个他的患者 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临床的经验 全部记录下来以后呢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记录以外 还有就是有可能 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些结识 他全部被排除了 除了这个就轮回 或者人死亡以后 就存在某一个东西以外 这个是没有别的结识了 这样雷蒙姆迪博士的 这本书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陆续的就在西方 就出了很多这本书了 很多的这个医生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早就有这种 遇到了这种情况 但是那个时候不敢说 没有说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现在简体般的 国内出版的这书啊 也就是有一两本了 那这些这些过程当中 这些人的这个清新经验 他们讲的 跟这个西藏《独王经》里面讲的 这是非常的相识 非常相识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这本书的印象是非常大 在西方印象很大 在国内我们知道的人 还是不是很多 可能是学佛的人 可能比较知道 其他的就不知道 在生命科学当中 就是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死亡的时候呢 死亡的时候就 在全球的范围当中 有两本书 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 线索的 对科学家 两本书 一本是《埃及独王经》 埃及人写的 古埃及人写的 很早以前的一个独王经 另外一个就是西藏独王经 就这两本书 但是埃及的独王经呢 那就是也有一个问题是 就像埃及的这些穆赖伊 他们包吹这么穆赖伊的意思 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 最后还是要进入到 这个身体当中 人的这个身体 然后又重新 复活呀什么的 所以他们包吹这么多的穆赖伊 但这个是不可能的 人的身体一旦离开了以后呢 它不会进入的 所以就整个这个死亡的过程 描述得很清楚 而且就是比较科学的描述的 那么就是只能说 唯一的就是《西藏独王经》 国内出版的有一本书 叫做《天堂影响》 《天堂影响》 这是国内出版的 那这个书的这个前面和后面 中间呢都是一百个人的 亲身经历的一些这样子的 这个这个记录 之前和之后 有一些他们的观点 这个当中也也讲过了 这个书网上应该是可以买的 像当当网啊 这些应该是可以买到的 我不是说这些书里面 讲的所有百分之一百都是准确 这个不一定的 但是呢 这些书当中啊 就引用了很多 这个《西藏独王经》 和现在的这些人的经验 病史经验 或者是这种催眠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 这个它不谋而合 就是这些方法 这些地方 他们对比的比较的这个研究 研究的结构也有 大家可以参考 这些书也是可以参考的 所以就推荐这么一本书 《西藏独王经》 了解的话 我想我们对生命 尤其是对死亡 一定会有一个性的人士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之前 就推荐一本书 然后接下来 死亡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 死亡其实 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首先这个我们可以 可以确定的是什么 绝不是一个生命的死亡 而结束 不是一个生命的终点 而是一个生命的起点 它是一种生命的起点 它不是一个生命的终点 它更不是一个生命的完全的结束 真正的结束 根本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先佛教的这些 像轮回啊 这些我们先不讲 这是一个 讲一个人的一种干手 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的事情 来说明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呢 这个死亡怎么样去定义呢 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死亡是一个 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 可以这么说 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 它这是一个生命的活动 并不是一个生命的消失 更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它这是一个生命的活动 但是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一个生命的活动 所以 死亡这两个字 并不是像我们心目当中的 那么可怕的事情 不需要这么害怕 不需要把这个当作 这么的生命的东西 死亡不要把它当作 这么生命 也不要把它说成这么空谱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 如果我这一生当中 做得不好的话 那下意识 我会有不好的过报 这个当然不能说 不是害怕 不是空谱的 但是死亡它本身 它不是一个很空谱的事情 它这是一个周期性 那么这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的宇宙 也有一个周期性 两万七千多年吧 就是有一个周期 然后我们的这个 太阳系的任何一个星球 它也有周期 从藏传佛教的 这个十轮金刚的 这个离书来讲的话 这个也美国一段时间以后 这些书局 这些像月球 火星 水星 金星 木星 它在它的规刀上 都有一个它的周期 这些周期 每过一段时间以后 每过几十年以后 它们都会更新一次的 所以这个外界的 外面的十阶 它也有一个周期 然后我们人的生命 也有一种周期 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 这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 类似于死亡的死亡 类似于死亡的 这种生命的活动 除了死亡以外 还有好几个地方 都我们会遇到的 这是我们自己 没有注意而已 是什么时候遇到呢 比如说我们每一天 进入了圣毒的这个睡眠 进入圣毒睡眠的时候 和从生毒睡眠当中 出来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跟死亡 是非常接近的一个 生命的活动 这也是一种生命活动 它的周期是 基本上是24小时 或者是更少更短 就是一个人从 生毒睡眠当中 苏心又进入生毒睡眠 这个就是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有些时候 长有些时候短 这个我们用什么来证明呢 这个不是用一个逻辑来证明 这个逻辑是没有办法证明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新式逻辑 西方的 然后东方的很多的 这些印度的逻辑 所有的逻辑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我们的干官 干官给我们提供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去分析 最后得到的这个结论 比如说大前提 小前提 最后的这个结论 这不就是新式逻辑 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基础 就是在建立在这个 干官的基础上 没有这个干官 它是没有根据 没有基础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 那么用什么方法来 来这个证明呢 藏汉佛教里面有一个修法 就是叫做六中阴的修法 六中阴 六中阴的修法是专门 针对死亡的一种训练的方式 专门是针对死亡的一种训练方式 中阴 在中文里面 中阴这两个字 中 为什么叫中 为什么叫阴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前 前意识的身体 就不存在 然后后意识的身体 还没有找到 这个中间的阶段 一个国度的阶段 所以叫做中 所以叫做中 为什么叫阴呢 因为阴和阳 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 我们拥有一个 这样子的肉体的时候 这叫做阳 这叫做阳 然后我们再专设了 下意识 又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身体的时候 也是阳 那么这个中间呢 一部分 我们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柔体的时候 上面的柔 前面的柔体失去 后面的柔体还没有 没有活得的这个中间 也有一个身体 就像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 梦境当中 我们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身体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呢 不是以我们现在的物质构成的 有一个这样子的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来讲 这个叫做阴 阴和阳 导教讲的阴和阳 所以在中文里面呢 这叫做中阴 我觉得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 非常准确的 韩文里面叫做中和阴 这两个字来表达 中阴 然后我们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深度睡眠的时候 怎么样进入了深度睡眠 这个我们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不知道 我们是怎么进入这个 从书型的当中 到进入深度睡眠当中 这个是一定会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这个过程是 是我们的意识 这个时候是存在的 那么存在呢 存在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干手 这个是绝对有的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根本不知道 根本没有办法描述 我没有进入睡眠的时候 我知道 睡眠当中 新过来的时候 我也知道 但是我进入了深度睡眠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实际上这个地方有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这个时候我们的灵魂也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的医师也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他们都在工作 唯一的不工作的是什么 眼耳鼻色神 五个干管 这个时候他已经停止工作了 深度睡眠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光 我们的耳朵不能接受光波 深度睡眠的时候 除了这些眼耳鼻色神以外呢 他们已经停止工作了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医师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 这个身体不叫尸体 不叫尸体 为什么不叫尸体 因为还有生命 但是这个过程是我们不知道的 不知道 针对这个过程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我刚才讲的这个中阴 就叫做六中阴 他把整个这个过程就分成六个阶段 整个过程是分成六个阶段 然后六个阶段 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方式 这叫做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叫做六中阴 123456 六个阶段 六中阴 那么有了这个训练的人 接受了这个训练 而且训练的比较好的人 然后他非常清醒地知道 我们就是从熟悉 从现实生活再进入 再进入这个深度的睡眠的状态 这个过程他非常清醒地知道 然后不但是知道这个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这个时候的 这个言而逼思生 他的停止是有外在的因素 或内在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 他也会停止工作 看不见东西 至少看不见外面的东西 然后内在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我们的眼球的结构 出了问题 看不见 另外一个就是精神出问题 他也看不见 比如说深度睡眠 或者是云 或者是比如说 昏迷的状态的时候 这时候呢 眼球是没有出任何的问题了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东西 也不是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东西 外在的任何武器来干扰他的 这个 看东西的能力 而是精神上受到了这种 这种大击以后呢 然后耶尔比斯生 他是不工作的 但是这个不工作 那他们怎么停下来的呢 就怎么样的 这个停止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外在的这个 比如说受到了外面的影响的时候呢 闭着眼睛的时候 很简单 这个过程是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这个没有什么过程 但是因为 内在的精神上 就是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这个原因 言而彼此生要停下来的话 那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这个过程是 这些 就接受了这个六中印的这些人 记得非常的清楚 记得非常清楚 每一个阶段都是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 有一种修法 叫做蒙的修法 我们深度睡眠 然后从蒙里面出来的时候呢 然后也有一种修法 西方 就是近几年呢 西方这个心理学家呢 他们也在研究蒙 研究晚上我们做蒙的时候 这个他们也在研究蒙 那么他们的方法呢 就用了很多这个藏传佛教 这个当中的方法 他们在某些方面呢 他们说是很成功的 很成功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人呢 做蒙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在做蒙 这个不知道的 知道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少 这个这些人也是偶尔知道而已 不是经常知道 但是呢 有一种训练的方式 就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 完全知道 你任何时候都知道 在做蒙 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 但是我们没有训练的人 看来 这都是很奇怪的呀 或者是不可能啊 这样子 但是这是我们自己 没有训练而已 其实训练了以后呢 这些都知道的 然后呢 他把这个过程 也是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 蒙记得也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根本没有学佛的 这些心理学家 就通过这种 藏传佛教的这种方法 以后呢 他们的成功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方面 他们还没有 还没有那么的深入 就是 就是 每一次做梦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在做梦 这个很成功的 知道了 但是知道这一点点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主要是 这个过程 他们记得非常的清楚 他看得很长 感觉 这 感受的 他能够感受得到 这个 听着 我们的言而彼此声 听着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然后当我的意识 深度睡眠的时候 是没有思维的 没有思维的 他是怎么听下来的 然后呢 昏迷的时候也是 昏迷的时候也是 没有思维的 那没有思维他是怎么听下来的 听着的过程是什么 然后呢 从昏迷的状态当中 再恢复的时候呢 最恢复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那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心吗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呢 我们不知道这些 所以我们死亡 我们也不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是 同样的道理 死亡我们也不了解 这个 深度睡眠的时候 这个我们也不了解 这是一个 也是一种 这个 轴气性的一个生命的活动 每一次 我们深度睡眠 然后从睡眠当中 再做梦 再醒过来 这三个阶段 先是生活 先是生活 然后呢 深度睡眠 然后做梦 这三个跟什么样的东西 是可以相似的呢 死亡 跟这个 死亡当中 就是有这三个阶段 尤其是有这两个阶段 死亡是一开始 人死的时候 他会进入一个 这个 所有的 遗失 停止的一个 状态当中 那这个跟我们的 深度睡眠 是完全是一个道理 完全是一个道理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经历的 这些亲身经历 也就是基本上 都是一样的 然后从深度的睡眠当中 我们会做梦的 会做梦 但是呢 还没有回到现实生活 会做梦 那这个做梦 跟人死了以后 有可能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有可能是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有可能是一天 二十四小时之后 人从这个深度的睡眠 昏迷当中 会醒过来的 这个时候呢 他完全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其他人 其他人的这些 这些所有的这些 家里的人 说的话 他也听得见 也可以看得见 都可以看得见 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可能我们也许像 这个有些人觉得 可能这个不太可能吧 但是不是这样子 死亡血 死亡血是生命科学当中的一部分 叫做死亡血 它是1912年才能够推出来的 从美国 其实人类有史 人类很早以前就研究过死亡 但是呢 就是今天我们说 这样的生命科学当中的 这个死亡血呢 就到现在就只有100年的历史 我是说就是属于 生命科学当中的死亡血 就只有100年的历史 其实人类很早以前 就在研究死亡 这个不包括 就以科学的名义 去这个研究的 就100年的历史 就到今年就正好是100年了 1912年提出来的 这叫这个死亡血 那么死亡血的时候呢 对死亡的这个定义 到底什么是死亡 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说法 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其中比较权威的说法 就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员 他们提出来的 对死亡的这个定义 是比较公然的 那简单的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疼痛啊 或者是电极啊 这些东西是没有 对这些外在的东西 没有翻阴 没有翻阴的 但是ABCD 有好几个 有几个标准 然后呢 通空扩大 就是对光 没有这个翻射 这样子 然后就是心电图 变成平衡的 平的就没有这个波动 然后就是没有呼吸啊 眉宝啊 这些眉宝呼吸 心脏停止 这个是我们常人说的 但是其实这些 这个医学上 对这个死亡的这些定义 全部都 有些某些人的身上 全都有了 但是这些人呢 就十几个小时以后 还可以 心过来 而且他不但是心过来 心过来之后呢 这些人 医生和护士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对话 以及其他的事情 说得清清楚楚的 他从表面上看 已经死了 就是对这个 现代医学的这个 这个标准 都有了 但是呢 他的精神 是没有停止 这些人是回来了以后 才告诉我们 但是有些人呢 真正的走了 这些人再不回头了 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了 其实这个 精神是没有停止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个世界上 对死亡 没有一个 全世界公然的一个定义了 没办法了 这个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的 有些人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哈佛医学院的 这个标准都有了 但是呢 还是没有死 所以这是一个 就到目前为止 就是没有一个 在科学也 也就 科学界也没有一个 很 绝大多数的 大部分是 可以这么判断 他已经死了 这样子以后呢 可以说死了 但是 一部分 个别的人 还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公认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 表面上人的 身体 上就是有这些翻译 实际上 他的精神 还是没有停止 他的精神 还是可以听得见 这时候呢 他回来以后 可以看得见东西 也可以听得见 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死了 这个时候 很多人是不知道 自己死了 这时候呢 就看到 家里的人 哭呀 还有就是 这些时候呢 他才会发现 他会怀疑 是不是自己死了 之前是根本就 绝大多数的人 没有受过这种 训练的人 都是不知道的 这个跟我们 从深度睡眠当中 出来以后 做梦 这两个完全是 一样的道理 然后从中阴神 这个佛教里面 叫中阴神 然后从中阴神 然后再找到一个 下一个的栽体 肉体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又变成了一个 这个时候不是中阴 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阳 这个我为什么说 这个是一样 我怎么知道 这个是一样的呢 这个并不是我知道的 这个是由这么多的人 亲身精灵去绣 训练 锻炼 锻炼了以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 这一生当中的 这个修炼 跟这个 中阴神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的 这个两个 他连接起来 其实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生命的 这个活动的规律 完全是一样 一个规律了 所以他把睡眠的 这个深度进入睡眠的 这个状态 他掌握好了以后呢 然后他下意识 他在这个当中 就像是 军事宴席一样 军事宴席 他不是真正的大张 但是他通过这种方法 宴席 他到时候也可以用的 就像是 蒙的这个规律 跟做蒙 和这个 深度睡眠的规律 和死亡和中阴神 再回到下意识 它是一个规律了 所以他在这个上面呢 接受了这个训练以后呢 他到时候死亡的时候 完全可以用得上 第一个是这个 一个生命的周期 但是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还有一个 这样子的规律 但是这个规律呢 这个生命的 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 是我们感觉不到 它是有专门的训练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六中阴 六中阴的 接受这个训练的方式 去训练的人 然后他完全可以 通过修行的方式 通过禅的力量 也可以这么说 通过禅的力量 或者是通过这种 训练的方式 人为的 不是自然的 死亡的时候 我们 言而彼此神的工作 听着是自然的 人为的 就是修行的 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 就完全可以模仿 模仿人的死亡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是模仿人的死亡 就是从现实生活当中 再进入这个死亡的 大导的这个境界 然后从这个境界当中 当中再回来 这是一个 这种修法呢 唯一的就在 藏传佛教里面有 这个 显宗里面呢 没有这种说法 然后 汉传佛教和日本的佛教里面 有一部分的密宗 叫做东密 或者是唐密 唐朝的时候翻译的 那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叫做外密 那么外密当中呢 他没有讲这么深的 这些方法 他没有讲 只有内密里面才有 然后这些人完全可以 模仿这种死亡 他这种方式去感受 然后呢 就通过这种方法 去征服 他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民心坚信的 最后是民心 那死亡跟民心坚信 有什么关系呢 平时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中有佛 是佛教的说法 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这些扎连 覆盖了 没有办法 证悟 死亡的时候 就这么一 中间有这么一个阶段当中 所有的这些 遗史 包括遗史 我执 还有甘冠 所有停止了以后呢 在这个中间 就有这么一个 短短的事件当中啊 就佛心 就可以出来了 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空中的这些云 都散开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蓝天一样的道理 这时候呢 他们去证悟 所以就很多 藏传佛教的这些修行 尤其是密法的修行人 他们没有把死亡 当作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而是他们把当作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 死亡是提升自己的心灵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在这个境界当中 完全是可以 可以提升自己的心灵 为什么 这时候呢 因为所有的这些 外在的干扰 还有我们屋干管 屋中干管 还有意识的这些干扰 全部都已经停止了 就像人就飞到 这个月球上的时候一样 这人飞到月球 人飞到月球上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声音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临近的 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就死亡也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境界当中 他们 争武他们所看到的 明星见星 比我们在现实时候 大作的时候看到的 清晰度可以达几百倍 可以达几百倍 所以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所以他把这个连接起来 那么这个 如果我们真的要 证明这一点的话 那就是要去清神经理了 清神经理绝对可以看得见 有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自己去经理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一杯水的味道 是甜的 是糖水 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所有人都从来没有 没有喝过甜的东西 没有吃过甜的东西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 给大家说清楚 甜是什么感觉 我只能说 这是一种人类的 可以尝出来的一种味道 但是它不是显的 它不是苦的 它不是酸的 只能这么说 那么大家就说 难道不是苦的 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只能说 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说甜的 大家都问 那么甜是什么意思 什么感受呢 我知道我吃喝过这个甜的东西 我知道 但是我只能说这是甜的 再问的话 我没有别的词汇了 就只能这么说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请你喝一杯 看看甜是什么 就只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 直接告诉大家 但是不要害怕 这个死亡 它绝对是一个生命的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确定 它绝对是一个周期性的 生命的活动 根本不是生命的结束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它就是一种生命的 这个自然的规律 它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那我们接受了这个 接受了什么呢 我们接受了自然的规律 我们不是接受释迦牟尼佛 也不是接受佛法 我们就接受了一个生命的规律 对生命的规律的一种看法 所以这一点是完全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我们接受的生命的 那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都有拒继 实际上就要做一样的 就是建议 所以我们就会 是一种各种 新人的规律 它就已有点 他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可是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可以丧生的 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他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我们接受了自然红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引起的 第一百货公司的废墟 闲置了十年后 又重新在那里建了新东方百货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刚刚开幕不久的新东方百货 突然失火 并从一楼一直延烧到顶楼 整栋建筑物复之一具 更令人惊讶的是 奇火点与当年引起第一百货火灾的 几乎完全一致 刚开幕不久的新东方百货 昨晚突然失火 损失惨重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这次的奇火点 竟然与当年第一百货的火灾 几乎完全一致 报应 报应啊 大家对这两起大货 议论纷纷 但谁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直到有一天 一位曾经在第一百货工作过的张先生 讲述了一件少有人知的事 这才让众人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你好 我是东南日报的记者 你对这场大火有什么看法 我想应该是巧合吧 两家百货公司起火的时间相隔了十几年 起火点相同 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我可不认为这是巧合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 过去第一百货起火前的一段时间 就有预兆了 是吗 有什么预兆 我也是听我朋友说的 我那个朋友以前曾在第一百货工作过 他说火灾前的一段时间 公司就不太顺了 每次举办户外活动时 无论多好的天气 都会立刻变天 不是狂风就是暴雨 从无例外 真的假的 你说得也太悬了吧 当然是真的 难道你们发现新东方百货盖好后也一直不太平顺吗 哦 好像真是如此哦 新东方刚完工没多久 就有位年轻人 女子从楼上跳楼轻声了 原因不明 这事我们曾经报道过 对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太平顺 这个地方有怨气啊 这都是报应 报应啊 当初就不该杀她的 不杀她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这位先生 难道你知道这栋大楼起火的原因 是啊 这里之所以不断出事 都是报应啊 你可以跟我说说看吗 那是1998年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就在第一百货上班 嘿 小张 你拿着这么多工具做什么啊 今天我要和刘组长去维修地下的管路 哦 那快点啊 我们几个下班后 等你一起喝酒呢 好啊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很快就好了 然而 我和刘组长去检查地下管路时 突然听到一阵阵怪声 寻声望去 我俩看到了管道中 有一条数米长的奇怪大蛇 它太大了 而且头上还有个蛇关 好了 这段管路没问题了 组长 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这里湿答答的让人不太舒服 嗯 没问题了 我们回去吧 咦 什么声音 组长 这里不会有什么怪物吧 哈哈哈哈 小张 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 我看 是老鼠发出的声音 你用手电筒照一照 哎呀 我的妈呀 这 这是什么怪物 组长 快 快跑啊 当时我被吓坏了 轻易地跑了出来 哎呦 小张 你慌慌张张地 跑什么呀 小张 这么快就检查完了 哈哈 不会是怕我们不等你喝酒吧 别开玩笑了 我刚才在地下管道里看到了一条蛇 一条大蛇 它还长着蛇关呢 小张 你还没喝酒 怎么就开始说醉话了 蛇怎么可能有蛇关呢 我看你是眼花了 我没喝醉 也没眼花 我说的是真的 我和刘组长都看到了 不信你们下去看看 怎么样 我们去看看吧 好啊 如果下面真有条大蛇 我们就抓它当今晚的下酒菜 好久没吃蛇肉羹了 还真有点想念呢 你们不会真的要下去吧 当然啦 等我们抓到了它 晚上请你喝蛇汤 那条蛇真的很大只的 嗨 没关系 我们多找几个人一起去抓它 后来那两个宝拳 又找来了两个身体强壮的帮手 他们一起去地下管道里抓蛇 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 只知道他们四个把那条大蛇 抓住后当了下酒菜 小张 你听说了吗 我们这里的四个宝拳 将地下管道里的那条大蛇抓住了 啊 他们真的去抓那条大蛇了 是啊 哎 我常听老人家说 无故大蛇杀龟是要遭报应的 组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小张 哎呀 刘组长也在啊 我们已经把那条大蛇打死了 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喝酒吃蛇肉吧 什么 你们要吃掉那条蛇 是啊 那条蛇那么大 够我们饱餐一顿了 你们将那条蛇打死 已经是很不对了 怎么还要吃掉它 这实在太残忍了 刘组长何时变得这么心善啊 你不去就算了 小张 晚上你可要来哦 谢了 我也不会去吃那条蛇的 死后不久 一百货便复制一具 而那四位保全先后离奇死亡 无一幸存 我相信 那条大蛇的怨气一直聚集在这里 它无缘无故被人类打杀 所以它怨恨人类 因此直至今日 悲剧依旧重复发生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是啊 有时候人类对待动物 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才遭受了那么多的报应 是啊 记者小姐 这件事情 你应该报道出来 呼吁一下大众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伤害生灵 要尊重生命 众生是平等的 是啊 也希望你的文章能够